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这支影片我打算给大家分享一下最近一个月里中国大陆出现了哪些热词 线上教学 在中国大陆的肺炎疫情爆发以后,中国教育部于1月27日便发布通知 说要求2020年春季学期延迟开学,全国各省纷纷推迟原定的开学时间 这听起来是件好事对吧 不过你以为我们延后开学之后就可以待在家里玩了吗 事实并非如此 在教育部宣布延后开学之后,各地翻翻想起了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呼声 然后我现在也没搞清楚这个呼声到底是从政府官方层面想起来的,还是从民间层面想起来的 在这个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呼声之下,很多学校都推出了他们的线上教学的一个课程 不过呢,在中国大陆以前的话,像这种线上教学的课程,一般是以课外的辅导机构推出的比较多 一般的学校的一般老师真的很少去使用这个线上教学来去教导学生 所以很多师生,尤其是老师对于这种线上教学的模式都感觉到非常的不适应 而有些学生也会在上课搞怪去播放卢本伟的影音包来扰乱课堂,比如说就像这样 在这个线上教学课程中呢,在阿里巴巴旗下的一个企业办公平台叫做丁丁 他现在被广泛的用作了网上教学的这个用处,然后呢也是激发了师生的不满情绪 然后丁丁这个软件就变成了很多师生对于线上教学 然后没法在家里玩的这样一种不满情绪的发泄点 比如说丁丁的吉祥物叫丁三多,也被网友恶搞成了蝙蝠的样子 丁丁呢在很多应用城市商店都被很多用户恶意的打上了一星的差评 比如说在这个华为应用商店里面 我们现在可以看到丁丁的评分已经降到了2.1星 然后在这种恶意差评的功绩之下 在2月16日丁丁官方在哔哩哔哩弹幕网发布了一个求饶影片 就是这个 你听这美丽的铃声 你看这充满设计感的界面 天下大人 背水一张 百口蓝天 反复蝙跳 现在呢这支影片的播放量已经突破了1300万 不过丁丁的差评似乎还在继续 不过呢与丁丁的这个恶名相对应的也有经济评论人士认为 本次呢网课用户对于丁丁的情绪发泄 是在无意或者有意之中为丁丁做了一次十分有力的推广 对王之王 这个梗呢是出自周星驰主演的电影唐伯虎点秋香 里面唐伯虎与一个所谓对王之王叫对穿肠的人去对对子的片段 现在呢在大陆的哔哩哔哩弹幕网上有很多创作者都在创作相关的影片 然后这个梗的具体的玩法是这样的 你可以把这个片段截下来 然后呢用你所喜欢的任何人物去替换这个影片中的唐伯虎这个人物 然后呢用他们的声音去跟对穿肠过招 比如说就像这样 再下是七省文状元兼参谋将军绰号对王之王的对穿肠 阁下是 我姓李 我就是你们要找的八路军独立团团长李云龙 好 我就来会一会你 出队 一乡二礼共三夫子不是四叔五经六义 竟敢教七八九子十分大胆 你猪鼻子擦大冲 装什么相啊你 你倒大字不认一声 扁的倒了不知道是个姨子 你猪伯虎戴眼镜 你冲什么大学生啊你 好工整啊 或者是这样 再下是七省文状元兼参谋将军绰号对王之王的对穿肠 阁下是 好 我就来会一会你 出队 一乡二礼共三夫子不是四叔五经六义 竟敢教七八九子十分大胆 好工整啊 当然你也可以这样 再下是七省文状元兼参谋将军绰号对王之王的对穿肠 阁下是 再下是七省文状元兼参谋将军绰号对王之王的对穿肠 好 我就来会一会你 一乡二礼共三夫子不是四叔五经六义竟敢教七八九子十分大胆 一乡二礼共三夫子不是四叔五经六义竟敢教七八九子十分大胆 好工整啊 蒋经国 政府堪乱 将士们在前线流血 国库却拿不出钱来 还要向美国去贷款 而孔总经理你的仓库里面却囤积着数以万吨计的物资不愿意出售 我是商人 不是慈善家 中共已经在搞土地改革和政治协商了 从蔡天凯跟沈君如都去了东北 毛泽东要另立政府跟中央政府分群抗礼了 就是在这里 有的人在挖父亲的墙角 在摧毁这个国家的根基 他们的财富 他们的公寓 大衣香水冰箱 都像有毒的病菌 寄生在首顾如才的国家身上 他们才是国家的敌人 是我父亲的敌人 够了 够了 您刚才看到的影片呢 是出自中国大陆的电影建国大业 这个片段讲的是在第二次国共内战时期 国民政府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经济接近崩溃 为了应对这个恶性的通货膨胀 国民党总裁蒋介石的儿子蒋经国 便主动请营赴上海主持经济改革 却发现在上海哄抬物价的竟然是自己的表弟孔令坎 孔令坎这个老虎他根本达不到 而最后他所主持的经济改革最终也不了了之 这个电影上令于2009年 不过在最近它的热度似乎又有些上涨 不少创作者在上传与其有关的剪辑影片 我们现在是有理由相信这个现象可能与在2月初 红十字会爆出的这个信任危机有关 在2月初湖北红十字会被质疑说是物资分发效率低下 不公开透明 在2月1日央视记者赴武汉市红十字会直播采访时 也被当地的保安赶了出来 这也使得红十字会的事件更加引人关注 导致了有一些民众他捐物资 甚至不愿意捐给红十字会 而捐给了由大陆艺人韩红所主持的一个 韩红爱心慈善基金会 而时任武汉市委书记的马国强 也一度被推到了社会舆论风口浪尖 在2月4日 湖北红十字会张钦 陈波 高琴 三名主要领导被问责 针对反映湖北省红十字会 在捐赠款物接收分配中有关问题 湖北省纪委监委迅速展开调查核实工作 经调查 省红十字会有关领导和干部 在疫情防控期间 接收和分配捐赠款物工作中 存在不担当不作为 违反三中一大规定 信息公开错误等失职问题 根据中国共产党问责条例 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 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等规定 经湖北省纪委监委研究 并报省委批准 决定免去张钦 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 专职副会长职务 并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 政务极大过处分 给予省红十字会党组成员 陈波党内严重警告 政务极大过处分 给予省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常务副会长高琴 党内警告处分 省红十字会其他责任人员 按照干部管理权限 由有关党组一计一归处理 2月13日 马国湘不再担任 湖北省委副书记 常委委员和武汉市委书记职务 好的 以上就是本次影片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观看 然后如果你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欢迎在下面按赞留言 和把它分享出去 然后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也欢迎按下面的订阅 好的 感谢大家的观看 我们下次影片再见 拜拜